临日来 强降雨导致加州蒙特雷县帕哈罗河水未猛涨 一段堤坝被冲垮 当地官员表示 截至目前帕哈罗河的绝口已经超过120米 受恶劣天气影响 当地多条道路和多家商户被迫关闭 超过8500人被迫撤离 而对于无处可去 不得不留在当地的居民来说 维持生计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 可能可能有些人还在记得 他们不知是哪里去 他们不需要钱 才能够给自己赋 我不知是多长时间 连回平时 因为现在我的父亲的学校还没有 我的职业在这里 也在这里 我的丈夫是在这里 全部都是在这里 全部都关掉了 对 对 据了解 本次绝口的堤坝 建于上世纪40年代末 几十年来一直存在风险隐患 上世纪90年代 堤坝曾发生了几次决堤 今年1月 当地相关部门还对一段堤坝进行了紧急维修 当地气象部门警告称 加州未来数日仍将经历强降雨天气 可能会引发更多洪灾